講就可以了 那我們就這樣開始啦 謝謝 好 各位在 好 各位 各位大家好 我是那個KBUS的Maniac 我今天來講一下說 欸 我平常是怎麼在做debug這件事情的 然後為什麼要做debug呢 因為身為一個工程師嘛 那常常寫出來的東西是會有bug的那種正常的事情 然後我寫了也不算短的時間程式了 也犯了不少錯誤 累積了一些經驗 就是希望能夠藉這個場面跟大家分享一下說 如果你要寫程式的話 比方說就是你要寫一些open source的程式 或者說衛公司寫一些程式的話 要怎麼去做一些debug的動作 來 我們今天要介紹這個大黃蜂的專案 然後大黃蜂的專案 為什麼已經有在笑了 大黃蜂的專案就是說 它要把那個N牌的 據說可以減低電力 然後不會影響到太多電源的那個支援 把它扣扣到Lini上面去 然後它在某一個版本發生了一個錯誤 好 大家知道 這個是發生什麼事了嘛 對不對 而且這在install的時候 這在install的時候 好 inst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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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install.sh install.sh 在install的時候 這個它是在install.shall 裡面的uninstall的部分 印象中啊 我自己是看的時候是在install裡面 好 然後 大家都知道會不會發生什麼事嘛 執行了這個時候 把整個USR會幹掉 然後在另一支裡面就會發生說 造成很多層次無法執行的那個慘劇 那裡面有備份的時候 就是重灌就對了 然後還會有些經歷的反應 比方說 好 我相信各位如果是這樣子安裝的話 應該也是會有這樣的反應 好 那我們要怎麼避免翻這些錯誤呢 第一就是你確認你的程式 邏輯是正確的 然後測試你輸出的東西 是要符合你要求的 不會像是說 剛剛那個 把一整個目錄幹掉這樣子 然後表一些奇怪的寫法 然後能夠找人來做一些review的話 就找人來做一些review 然後測試的話 是能夠多找一些人來做 當然是最好 那個 自己做可能就是有忽略到某些東西 然後有一種方式就是找一些 找比你厲害的人來寫就好了 嘿 不過人還是會犯錯嘛 那犯了錯程式設計師第一個反應會是什麼呢 或者你也可以照這個方式來處理 欸 不對 這個是變成整個都黑色 欸 這應該是在白色的底下面會比較對的 這個大家之前 在plug上面 我有看過一張麻煩事件的處理原則 反正總之就是說 如果這該死的東西會動的話 好 我們就不管它 結案 如果你有亂搞他的話 如果他不會動的話 就是再問說你有沒有亂搞他 你沒有亂搞他的話 那你有沒有嫌疑 你有嫌疑的話是 這應該是一個可 這應該是可憐的蠢蛋 如果沒有的話 OK 結案 然後如果你有亂搞他的話 那你就麻煩大了 然後有沒有人知道 有人知道的話 你就很可憐了 如果沒人知道的話 那就把它埋葬掉 變成黑歷史就可以了 好 就結案 然後 你這邊可憐的蠢蛋的時候 你能把他推給別人嗎 可以 好 結案 OK 如果不行的話 那就是 你就繼續幫你可憐的蠢蛋 好 當然啦 這個還是要咀嚼他的 你不要逃避他 這樣 這樣的時候 就開始進入debug的工作 debug工作主要是有兩個方向 意思是 尋找bug在哪邊 你連bug都不知道在哪邊的話 那你就沒法處理任何事情 然後再來是解決bug 然後再確認一下說 你解決完這個bug之後 會不會引起底下的bug 不過通常都會引起來 然後要怎麼來做debug呢 那我們拿這個專案來講 第一個 我們先由系統的狀況 來找錯誤的發生情況 狀況就是 系統爛掉 然後在哪邊爛掉 是在執行 ISO.SH爛掉 然後 所以說我們可以猜說 是在這個時候發生錯誤 然後我們來找出錯誤的原因 多了一個空白 好 然後修正 就可以發佈新的版本了 那我們要怎麼來找bug在哪邊呢 我們來歸結一下bug會發生的原因 第一個就是Synthes Error 這個大家都會犯 就算是寫了幾十年的程式 都還是很容易犯的錯誤 第二個就是Typo Typo就是像是說 你不小心摳錯方選 或者說不小心打錯那個變數名稱 然後另外比較嚴重的就是邏輯錯誤 邏輯錯誤最麻煩就是說 我程式compile過了 我程式 看起來好像是沒有問題的 可是為什麼會錯呢 另外一個就是外部的錯誤 外部錯誤 嚴格上來說不是你的錯 可是 用戶會認為是你的錯 比方說你換了一個OS 把它從Windows XP 變成Windows 7 然後你會發現說 為什麼我每次在執行什麼動作的時候 都會那個可惡的UAC跑出來 這樣子 這個也可以歸入你的錯 那Synthes Error的話 這個抓出來比較容易的事情 在compile它的時候你就可以抓出來 然後修正比較簡單 就是把那個順序調一調 應該Synthes Error就結束了 然後少用EVL這種邪惡的指令 然後Typo Typo是人難免會犯錯 這個問題是可大可小的 比方說 把Open Source的N打成M 然後造成純語上的錯誤 或者說沒有改變錯誤的狀態 改變狀態 然後這個 大家看得出來說 問題出在哪邊嗎 黑底真的看不太出來 好 這邊有個分號 這裡有個分號 這個Typo很嚴重 嗯 你執行下去之後你就知道說 嗯 你要 你要修多少時間了這樣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多了幾個空白啦 就是跟剛剛一樣嘛 只是這個更嚴重一點而已 然後 點點點點點 這個大家應該都有那種 寫程式的都應該都有一些 痛處這件事啊 然後在邏輯上的錯誤 邏輯上的錯誤 基本上來說就是說 你預期要完成A 可是 事實上才說程式不會完成 比方說 你弄錯了Library用法 該用StrCat 而被StrCopy 然後再 比方說在沒有紙巾檔名的時候 做存檔的動作 可是你沒有檢查有沒有檔名 然後你就會發現說 你東西被丟到不知道哪邊去了 然後 像是 設定防火牆的時候 第一個指定是拒絕所有連線 然後 一不小心的時候 你就執行了這個事情 然後你就發現說 你必須要回到Consor上面去做 去處理 然後像是這種 你也知道嘛 你在寫Share的時候 通常都會 用一些環境變數嘛 對不對 可是 你有時候會忘記 設定它的值 然後 外部錯誤嘛 第一個 就算你程式裡面沒有Bug Compile 可能也會有Bug 就算Compile沒有Bug OS也會有Bug 就算一切都沒有Bug 那客戶會決定什麼是Bug 比方說就是 UAC跳出來 那要找出Bug在哪邊呢 第一種 是根據使用者回饋 使用者回饋的話 就是分有用跟沒有用兩種 你有用的話 就比方說就是 我使用者經過是什麼樣的順序 把那個Bug 呈現出來 然後 它會回饋你說 你是在什麼版本底下 在什麼時間底下 錯誤訊息 可以特定一些Bug的資訊 比方說 就是說 它回報是舊版本的Bug 可是 這新版本已經解決掉了 所以說 這個就應該是可以結案的 然後沒有用的話 使用者會狂叫說 盪掉了盪掉了 藍底白字了 五國畫面了 五國畫面應該知道是什麼東西吧 不知道嗎 MAC的應該有遇到過吧 簡單說就是 Kernel Panic 跟藍底白字的意思是一樣的 只是 MAC會用 五國語言 跟你說 Kernel爛掉了 然後另外一種就是說 用Debugger 然後去設定中斷點 Water 什麼東西 來去看說 你問題說在哪邊 通常來說 我們會常用 GDP DDDD這種 大家都很熟悉的 不對 應該也不知道 大家很熟悉 GDP這種 去追說 你Binary的那個問題 然後在Android上面 是會用DDMS 然後透過DDMS 去看說 你Android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使用Log 來判斷說 問題出在哪邊 然後 你有很多加Log的方式 第一種就是 到處加 看有沒有機會打中 你Bug在哪邊 不過這個應該是最累的情況 另外一種就是說 一行一行加入 然後看說你問題 是哪一行出問題 比方說 一個Function 你不知道它問題出在哪邊 你就第一行加 這是第一行 這是第一行 然後第二行 第三行 然後你就去執行說 第一行有Log 第二行有Log 可是到第三行就爛掉了 那就是說 問題應該出在第二行 或第三行 然後另外一種是說 你知道問題大概會在哪邊 然後你就看說 在那個時候 那個輸出資訊是什麼樣子 然後這通常都在用於說 你沒有Debug可以用 這是 也是一個非常悲慘的事情 或者說 你在下Debug的時候 你常常會不知道說 一些什麼其他的資訊 什麼之類的 然後需要說 你更詳細的那種 運作情形 然後另外一種是 根據系統的Dump File 原則上來說 就是指Linux跟3BC的那個Code File 其實Windows也有DMP File 只是 我記得好像沒有什麼 Open Source的工具 可以去處理它 然後它會存放那個 程式Crash的時候狀態 然後如果你的CodeDump 是完整的話 包括你那個 當時所有的記憶體那個狀態 都會幫你保留下來 然後你可以用GDP來看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用橡皮鴨子的Debug 這個 據說是CodeReview的那個 原型 第一個就是找一個橡皮鴨子 因為我沒有帶橡皮鴨子過來 所以說 然後把這個橡皮鴨子放在你眼前 然後把你的橡皮鴨子打開來 然後對你的橡皮鴨子 對於那個橡皮鴨子 就是開始講說 你寫下橡皮鴨子 一行一行 第一行 第一行是幹什麼 然後我為什麼這麼想 這樣子這樣子 好第二行 這樣子這樣子 第三行 欸 好像跟我想法不太一樣 好 那你Bug就會找出來了 當然 你可以 你可以不用只說用橡皮鴨子 你也可以跟你的同事啦 或者說你找其他的玩偶也可以 就是說就是 就是感謝那個同事相戒的這樣 比方說這個也可以 只是你要忍住不要笑出來就好 然後如果說你上面的那些找Bug的方式 你都沒有用的時候 那你就是開始那個 用程式邏輯啦 然後用文件啦 然後看一下問題發生的狀態啊 經驗啊 猜測啊 就是去找說 就是去想說 你的問題到底輸在哪裡 這樣子 簡單一個字就是猜就對了 然後你找到Bug之後 找到Bug之後就是開始做修正的動作了 然後你可以依據不同的情況 然後也會有很多不種修正的方式 然後說Synthes Error Synthes Error Synthes Error就是 把Synthes改對就好了 你Typo Typo是比較難找 不過你還是會 你還是可以找得出來 那把那個變數名字 或者說CodeFunction名字 改對就好了 然後再來是邏輯錯誤跟外部錯誤 那你要修正邏輯錯誤的話 就是說 邏輯錯誤是非常麻煩的一個錯誤 比方說就是說 我可能今天一個Function 我邏輯寫錯了 可是很多地方都用到這個Function 那有些Function會認為說 你舊的邏輯是對的 然後你把那個 你把邏輯改掉之後 你就發現說 為什麼一堆程式就是跟著爛了 你明明就修正這個BUG 可是為什麼就產生其他BUG 像這種 然後使用邏輯的話就是 你可能會認為說 我這個播放鍵 播放鍵就是應該要放在那個 像前一手的前面 所以說 我看這個Player非常不爽 我就把它換過來了 我認為它是一個BUG 可是我把它改過之後 你就會發現說 一堆使用者跟你靠腰 好 那 外部錯誤的話 外部錯誤就只能避開了 按照OS 很多行為版本的不同 這樣行為就會不同 然後 比方說你Windows、XP跟Vista 你就知道說 很多程式在XP上面是可以執行好好的 為什麼到Vista上面就一整個爛掉 或者說 我可能說 因為權限問題之類的 然後就把那些 有的沒有的給搞爛了 然後VBSC 6跟7 這是之前我碰過一個 詭異的問題 在6的時候Socket開了很久 然後還是可以繼續通訊 可是到了7之後 開了 Socket開了很久 然後你沒有去做動作的話 然後它就整個Hand在那邊 然後你在用的時候就 為什麼都不會動了 然後Android 1.5到2.X、3.X 這個是版本非常變化非常快的東西 然後你就會發現說 我在1.5可以用的方式 為什麼到2.X之後就沒辦法用 比方說 1.5的Player跟2.X的Player 那個它已經是換成另外一套東西 然後 然後 你能怎麼做呢 就是說 我1.X的時候就是用比較通用的方式來寫 如果真的不必要的話 就是 偵測版本 然後你做一些對應的處理 就是做一些work around 好 結論 應該講的還蠻快的 這樣子 寫出程式很容易 可是寫出bug-free很難 據說 敢宣稱的就只有 這位大大 然後 他在2.6.11的時候 release的時候 就號稱說 他是bug-free Linus kernel 然後 在寫程式的時候 要考慮做很多人的層面 在寫說上 需要小心一點 然後 雖然很多程式都是這樣寫的 可是 你還是不要亂搞到 除暴比較安全一點 大家都 大家都應該看過那個 你 GPL license 他都會寫這一句 這個程式是為了 希望說 這個是有用而發布的 可是 我們不負責任 所以說 剛剛那個 大黃蜂專案 其實也是GPL 所以說爛掉了 就 嗯 還好 好 QA 請問大家有什麼問題嗎 剛好在5點結束嗎 好 謝謝Maniac 那 請大家掌聲鼓勵一下吧 謝謝他跟我們分享了這麼多辛酸的經驗 就是 要